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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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猫姐夫腿着去附近的商场 溜着一圈 我的身高一直是个迷 大家看我跟猫姐夫这个肩膀的高度 猫姐夫是1米82 所以我1米75 来到猪生生会台 想给这串串猪配一个金的镯子 怎么样你觉得好看吗 不错 这比那个绳看着是不是和谐一些 对 更浑然一体 然后这个更亮一点吧 这个比较暗 明暗交错 对 反正镯子还是要亮一点的比较好 要不然都是磨砂的 猫姐夫在水果店买一个西果 今天晚上来的朋友非常喜欢吃西果 哪个好哪个不好 挑一个吧 甜一不甜就看你了 这会下午然后看一会电视 所以现在这个电视几乎就是一年打开一次 你拿的什么呀 滴滴 滴滴啊 这位是我的校友李健哈三中毕业的 今天谁要过生日啊 豆豆 豆豆过生日啊 小老鼠打登画一幅画送给小熊 哎呦 哎呦 啊 小鸭子 那个是妈妈 妈妈 宝宝 什么玩法呀 别罗汉吗 让你爸背咱俩吧 背 爸爸 背 爸爸 背背 爸爸 我们俩 你妈太沉了 背不起来 哈哈 大家吃年月饭了吗 看看我家的年月饭 咦 还有一个小孩 哈喽 这是我们第一个 在家跟朋友一起过的春节 看看我们家来了哪两位客人 你们俩怎么没回家过年啊 没有家 以前回家过年有没有经历过压力很大的时刻呀 主要就是两个问题吧 一个就是在外头挣多少钱 一个是什么时候脱单 还有就是什么时候要孩子 还有就是什么时候要老二 前我年纪轻的时候 回家过年就是觉得是一种形式了 跟家里的人这种每年的这个互通 好像就靠着春节这种节日了 对吧 平时很少的来往 尤其我又在外地 现在可能是有点上了年纪了 就是一到春节这种时刻 觉得好像跟家里人在一起 或者说有点那个氛围 才能感受到过年的那个气氛 要不然就今天一大早 我睁开眼睛 感觉跟任何一天都没什么区别 就躺在家里觉得没有任何差别 看看我们家年夜饭齐了 这个是大菜 是吧 欢迎两位 我们今天一块吃年一份 谢谢 收留 对啊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健康